3 2 1 請啟用 MeToo事件頻傳凸顯許多受害者遭到性騷擾 當下因缺乏經驗和判斷不知如何因應 也不曉得該去何處申訴的情況 為保護性騷被害者 北市府宣布設立02-2391-1067 性騷擾防治專線 民眾遭到性騷擾時都可拨打專線尋求協助 我想其實在這次MeToo事件 其實我們感受到被害人非常勇敢 但是其實對於相關的法律 還有處理的救濟程序等等 他們並不是完全的了解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支專線的成立 能夠來跟民間一起合作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最友善 最溫暖的一個諮詢專線 讓被害人可以獲得在心理諮商 法律服務以及社工的陪同 也讓他在申訴的過程當中 可以藉由這樣子的一個 幹管理的一個專案工作 然後讓被害人感受到 其實極度的溫暖 那我想當然防治專線 也有更多的是對於社會未來 其實也希望有更多的一個宣導的教育 而讓這樣性騷擾的事件不再存在 我們也擔心這個量能的問題 所以很感謝現代婦女基金會36年來 都一直在為我們所謂的婦女保護 婦女安全保護的工作在努力 所以這支專線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是我們希望開放由台北市的市民 來做為一種求助的專線 那當然今天可能這個性騷擾的三法 也會有相繼的這個立法通過 立法通過之後我想有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在於對於被害人的保護工作 那我想各間地方縣市政府 也應該要極力來推動 台北市是首三之區 我們也希望站在一個這個前區 能夠來鼓勵我們的民眾勇於來求助 相信未來各地方縣市政府 也應該會有相關的一個服務配套措施 也都能夠相繼的出來 受害者遭到性騷擾時 因情境關係及權益 而適用於不同法規 導致民眾感到迷惘無助 而性騷擾防治服務專線 由社會局委託現代婦女基金會辦理 將由專業社工針對性騷擾 為受害者指點迷津 第一個就是很重要的是 因為有性貧三法 所以民眾對於性貧三法 這一個部分時常就是會區變不清 所以也會因為這樣子影響到自己的權益 所以性貧三法的一個適用跟區變 是一定會提供的部分 那後續也有關於 就是確定了性貧三法之後 那後續的求助管道 它應該進行什麼樣的流程 從哪一邊獲得協助 那這個是在我們專線的部分會來做進行的 那當然就是我們社工在這個過程當中 都是會提供相關的一個輔導跟陪伴的 那假設說透過社工的一個諮詢 可能沒有辦法來解決 這個民眾的這個疑惑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到安排律師的一個諮詢的層次 那當然這個過程裡面社工也是會陪同的 那陪同的部分 因為律師其實會講的一些比較專業的術語 那也許民眾不會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社工在陪伴的一個過程是可以給情緒支持 還有釐清就是說律師的一些建議 或者是他們的說明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 那而最後當然會有就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就是民眾也許會需要有一些 心理諮詢輔導的部分 那就會進到我們個案管理一個開案服務的流程裡面 好 那可以提供一個更完整的一個陪伴的服務 民眾只要撥打02-2391-1067服務專線 社工人員便可同時回應信騷三法相關問題 並提供信騷被害者心理諮商 法律輔助以及社工陪同等服務 讓求助之路不再失調迷路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